好 欢迎回来 李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很开心 紧到老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聊 我觉得目前我们对于 这个孩子教育当中 我们最无法掌握的一块就是他的情绪 也许有很多他的功课 他的才艺都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协助 可是孩子的情绪你真的理解吗 你能够承接住他的情绪吗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接受 你能够包容吗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聊聊 好 我们先欢迎一下 我们的亲职教育专家 他是心理系 然后也做了很多亲职的教育 待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又有新的一个作品了 我们先欢迎一下 我们台湾心福里情绪教育推广协会的 创会理事长 关好大杨立荣 杨老师好 嗨 玉芬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好久好久不见了 对 其实以前我们常请杨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谈谈孩子的职业发展 兴趣怎么样的一个探索 大家也包括你如何去理解孩子 那老师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幸福里 其实玉芬你认识的我 还有朋友认识的我 应该都没变 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真的在为华人世界的小朋友 他们情绪跟这个人际关系 怎么样能够长得健康长得好 然后成为他最重要的软实力 让他一辈子真的可以幸福快乐 我大概一辈子就做这件事 那玉芬也说 哇 好久没有联络 因为说真的过去这么多年 我是买手在做三到十二岁的孩子 他的课程的发展 因为以前跟孕芬比较早期认识 都在做国小 对 而且在职业的探索 我觉得很重要 是你启发了我说 从国小就要知道孩子的兴趣 跟这个职业慢慢开始探索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就普遍都感觉到 尤其是疫情 哇 那个疫情一来 就人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就全部通通冒出头了 你知道情绪之后呢 还是最大的课题 就是真的不会看脸色呢 因为都看口罩 口罩拔下来之后突然就看不懂 认不出别人的情绪 那还有疫情带来的很多的焦虑跟压力 所以我这一辈子就只做这件事 然后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有机会再来上节目 就是刚好去年 去年十月呢 我已经把这十八年 我发展了从三岁一直到十二岁 每一个学期配合学校 我都有一套课程 可以让有心的志工爸爸妈妈啦 或者学校老师啦 甚至特教老师辅导老师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教材 老师你为什么觉得情绪很重要 其实很多家长会认为 课业很重要 才艺很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身为父母 我们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 对 可是健康除了身体健康 还有心理的健康 对没有错 他才会真正的快乐啊 对孕妇完全讲到点了 你知道联合国那个就 世卫组织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名言 他就讲说 离开了心理健康 没有心理健康的健康 通通不叫做健康 对吧 对 对那我自己真的 早年 当然因为我做儿童 青少年的心理智商嘛 然后后来呢 就发现说 哦好多小朋友 他来到治疗室 其实说老实话 他本身问题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大人没有那么懂他 爱他但是不见得了解 接不住他的情绪嘛 啊那怎么接 因为有时候我问他 也前小朋友 你知道吗 因为像我去 剪头发 我有一个小朋友 从小就看他长大 然后现在已经 我忘了 小二小三了吧 我问他说 你今天好吗 他就说 不好 我问你怎么了 我心情不好 他妈就说 你哪里心情不好 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哪里心情不好 你看就讲到点 就是说 他明明就是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们大人从会从那种客观 觉得说 你已经有够好命了 对吗 所以他就心疏没人说 他大家就认为 小三小四 你有什么心情啊 所以我们才说 小三小四会不会嫉妒 会 然后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大家不跟我玩 为什么只跟他们玩 或者我想跟他好 为什么他叫我不能跟谁好 你知道其实好多好多的 小人的世界也挺复杂的 只是我们身经百战的 我们看起来觉得是小事 可是对孩子来说 其实每一个情绪的点都是大事 可是老师 这个我们就难了 对我们不是学 这个很多人会说 不是学心理的 那也不是学这种亲职的 我们也都是第一次来学当父母的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投入这里 我当然是学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对于我自己当妈妈 甚至我现在当阿嬷 我当了两个外国人的阿嬷 真的假的 还有两个意大利孙 那你看即使我们语言不是很通 他们还在学听前的阶段 我都觉得你只要能够真的读懂 他的心里面那个感受 你知道吗 就会通 那我为什么要 阿嬷你的小孩 小孙子有多大 小孙女吗 小孙子 两个都是男生 男生不是更难理解吗 非常有趣非常有趣 让我更觉得情绪教育 真的很有用 你知道我那孙子回来的时候 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 我们不是通常就会床边故事吗 对对对 我还会给他看课程 就是你知道我教我的孩子呢 你会生气有时候 是因为后面有四只怪兽 比如你累的时候就叫做累累兽 你累的时候就容易发脾气 对对对 大人累也会发脾气 对了对了对了 所以我觉得孩子如果从小学 像他慢慢的就学会 他不会直接生气了 会有累累兽 他就会跟你说 阿嬷我累累兽了 我就会跟他说 原来你累了 可是你还不太想睡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他有时候真的很不想睡 他就跟我说 我没有累累兽 我只有眼睛有一点 所以你看他已经可以开始 对自己有觉察会描述 那我们就容易懂了 要不然一天到晚 猜人家的心很难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其实是帮助孩子 有一些方法 因为孩子不会表达 对所以有一些很棒的 不管绘本啊 或者是玩具啊 或者甚至我们就说 你懂一点点 其实你就可以帮助孩子 让他说出来 他一说出来 很有趣哦 大脑里面 他就不那么生气了 他也不那么难过了 对啊 有时候女人也很喜欢 把话讲出来啊 讲出来其实事情没有解决 但心理舒坦多了 没错 但是呢 男生每次总是说 这问题没办法解决 那就算了 不用讲了 他不知道 其实被懂 比你帮他解决问题更重要 哎呀 我跟一下 杨老师啊 那个小孩还可以教啊 男生就放弃吧 没有 我跟他 我也曾经被我婆婆 你知道叫上楼去 然后就问我说 哎 你不是在教EQ吗 你老公的EQ 为什么这么不好 我都私底下说 这不是我教的 哈哈哈哈 你说他不知道 他谁的 谁的 这就是其实还是父母影响最大 我们待会跟杨老师来聊聊 因为其实我们是看过一个 当然有个教育的新闻了 就是一对这个兄妹 当然父母亲 当然就是一个精英教育 我们先不说好跟坏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教育都不一样 我们不评论好坏是非 但小孩每天都吃饭睡觉都很累了 他说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但他真的快乐吗 我们带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亲职教育专家 我们的杨丽荣 杨老师 刚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例 也就是说我们都会走一个希望走一个精英的教育 希望孩子能够面对竞争的未来 有更好的一个竞争力 有更好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可是说实在的 那个情绪这件事情 你怎么知道孩子开不开心呢 当父母亲会认为说 我觉得他是开心的 可是我们男女对话的时候都会讲 你的开心不是我的开心 对不对 你认为的不是我认为的 是的 所以呢你会看到 当然我觉得我相信 这对父母带的那个期望值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强 你知道这过度强烈的时候 自己就会自动把眼睛蒙起来 过滤 只看自己要看的 那怎么样能够觉察 比如我就看孩子很开心 我甚至碰过有一个孩子 他妈妈也是这样 你知道一到五六日全部排满满 我跟那个孩子误谈过 你知道那孩子到了国小 已经五六年级 他就压力大到快要崩溃 可是你知道吗 他还是跟我说 妈妈问他要不要学 他每一样都要 为什么 他就说因为他在那个年龄 他还是相信妈妈一切 一定都是为我好 他就符合妈妈的期待 对他就说我妈给我的 好像都是珍珠 虽然我实在都是珠宝 我实在是吞不下去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我不可以轻易把他丢掉 所以我觉得会建议 比如这位妈妈 当然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自信 他对孩子期待都没有不好 但是如果你愿意真正听 旁边多一点人讲 我常常讲 十个人里面就要七个 说你太严格了 也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理念不同 可是如果七个人说你太严格 你是就要回头真的去理解 真的去理解 你到底有没有太严格 所以其实这一个妈妈 我真的觉得他是很用心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年龄的孩子 每一餐都在车上 花十分钟吃饭 他的心怎么样能够安定下来 然后精英教育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现在对精英的界定 跟精英需要的那个条件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很多元化了 对而且不管孩子将来要做什么 他其实都需要什么 能够安定自己的情绪 现在AI时代 你有办法勤拉到 像AI拉的那么好吗 很多人马上都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创作会话 甚至写论文 那比较重要反倒 我们就发现说AI时代 那全球都在研究 所以你看包括那个什么OECD 然后包括世界经济论坛 他们都做了研究就发现 我们培养孩子 未来这个时代 他情绪越稳定 他越有能力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 还有能够跟别人组团队 对不对 现在智慧 合作关系 对啊能够合作 能够沟通 这样的孩子 将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财力 但是杨老师 我发现很多 就是我身边的一些 我发现到说 他们也都顺着小孩的毛毛 极力的讨好小孩 不让他们情绪有大幅的波动 你肚子饿了 我就给你吃了 然后你累了 我就帮你背书包了 请问一下 这是安抚情绪的方式吗 这完全就是错误了 我们就在说 其实爱 爱里面就是我懂你 但是你知道 爱里面还有第二环很重要 就是管教 我会帮你立界线 立界线 所以为什么一个孩子 最后他能够自律 你想想看 你现在顺着 所谓的顺着毛疏 连一根毛都不能长 都不能翘起来 他将来到需要有可能这样吗 不可能啊 世界全部都要配合他吗 他的老板都会这样答应他吗 不可能 那是你知道 其实每个孩子 心里都有这种潜能 他可以发展这种任性 小孩没有那么脆弱到 每一个伤痛都不能忍受 所以你要判断 大伤不能 真的大伤 你就需要帮助他 陪伴他疗伤 小伤就是要让他治愈 或者他自己学会 OK棒贴一贴就好了 不是吗 那就是人生很自然的 那他的玩具 人家不借他呢 他不跟人家不跟他玩呢 非常好 你知道你看 这个就是嘛 如果人家不借你 那是别人的东西 那是他的权利 所以我们常讲 你也不要 很多妈妈就 没关系 他不借你 我买一个给你 我感觉这很大大的错误 大大的错误 对啊 那以后女朋友 人家不跟他交往 你找得到一个替代品吗 不可能 但是你如果能够 回应他的情绪 非常有趣 你光是说 你真的好想跟他玩 可是他现在就不想跟别人玩 你光是这样讲 所以你一定很难过 来妈妈抱抱秀秀 这个叫顺着毛疏 是身体的毛疏 你知道一个孩子 他还是失落 失落感 难过悲伤 这个都是很自然 人生的养分 但是哦 很有趣哦 只要被说出来 甚至以后 他慢慢学会自己说 我们就发现很好玩 大脑有个地方是 当你悲伤 你生气的时候 他会亮起来嘛 就那个脑罩眼 可是你说对了 或他自己说出来 那会就会发近 所以为什么情绪的觉察 然后帮助他去认识 甚至帮助他表达 就是很有用 那另外就是我一个朋友 拜托我今天一定要问 他有两个小孩 对他过去也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麻烦你们要送礼物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送礼物 就他就会讲说 姐姐开学了嘛 我们就送给姐姐一个铅笔盒 像小背包 可是妹妹还小 因为妹妹差 他差了四五岁嘛 用不到 当然用不到啦 他就说拜托以后你们不要这样好吧 你们可不可以要送就要送两个 对他说你这样会制造我的困扰 要不然就不要送 要不然就是你一定要送一样的 哇这个我碰到很多 所以为什么常常 其实孩子真的没有那么脆弱 不然我们就用这个做例子 当然基本上 我反而都会反过来说 当你要去探望新宝宝的时候 一定要给那个原来的大宝宝 准备一点礼物 因为对他来说 人生是很大的失落 对 你们关注都在那个小宝宝 我们不是都要满足他的欲望需求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心理冲击对他是很大的 他就很容易嫉妒 他就很容易不和 所以我们反倒会认为 跟他新生宝宝 本来他就应该有比较好的礼物 但是你帮那个大的准备一点意思 适合他的年龄的 这是很好的做法 但是你看未来 当然我也还是很鼓励 如果你要去人家家里 他有两个小孩 你除外就准备吃了 他们一起吃 否则礼物我还是会建议 准备两个 但可以不要一样 这个是最好的训练 对我觉得不用一样吧 不要一样 你知道我们家两个小孩吗 像我两个孙子也知道 我女儿应该有学到 我的这个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我通常人家 如果拿来两个 那叫有时候他们两个 就会都喜欢其中的A 对那怎么办 要这个 我很简单 我就说啊 我知道 那个阿姨其实非常好意 而且买不一样 让你们可以分嘛 谁是哪个是谁的嘛 但是呢 你们两个都刚好要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阿姨也很为难 妈妈也很为难 那很简单 你们两个去谈判 谈得通就OK 对不对 就看谁要哪一个 他们多大 能谈判吗 学龄前就可以谈 那你知道比较小的 在很小的时候 大的一定会骗一下小的 对会骗他 这合乎人性啊 只要两个都高兴就好了 不是吗 那但是呢 我就会有一个原则 就如果你们怎么样都讲不通 很简单 两个都归妈妈 他们两个就会变成命运共同体 然后他们会想办法 你知道很自然喔 孩子如果年龄差的不是太遥远 或都已经比较能够稍微讲得通了 他们两个自己会讲说 好吧这一次让你 千万不要妈妈来做 决定猜拳 猜输的就怪你 抽签 没抽到的就怪你 他们自己去讲 他们自己会去退让 会找到最适合他们的解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也是 从妈妈厉害到阿嬤 这太厉害了 我跟他 当阿嬤 我就觉得到现在还是很受用 虽然时代变化那么大 可是我现在在跟我孙子相处 我就觉得说 真的把他搞定情绪 好像所有事情都很好 就是很好搞定了 而且杨老师 我真的发现到情绪 他其实有发展阶段的 刚开始可能会嫉妒 或者是什么 可是慢慢他就不会了 他会变成把这种嫉妒 变成一种爱护了 如果有手足 大概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呢 其实我们的情绪 也会有调节 就像我们 我都觉得我人老以后心慈了 就变得比较慈悲一点 越来越厉害 这样我也有进步 我也有进步 我都觉得人会调整的 那小孩是不是也会调节 那怎么协助他调节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 老师的作品 我们有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他同步看到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李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可爱的 亲职教育专家 杨立荣 杨老师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情绪的一个重要性 我真的觉得身为父母 也就是说 你很多的才艺 或学校的教育 你可能会拖给学校 才艺班什么的 可是情绪 是我们跟孩子 长期的一个相处 我觉得父母亲 要尽比较多的一个心力 去做一个协助 没错 那刚刚也讲过 就是说情绪 像我们刚刚讲 大人也会精进 也会进化 像我老了以后 我现在脾气好多了 费用就很怕 我提到政治 叫我去吃血压 我就觉得 我现在有改一点 那我们情绪 其实有发展的阶段 所以孩子在小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一点理解 疏通还是引导呢 没错 其实幼儿 他不太会隐藏他的情绪 所以你要去看到 他情绪的起伏 其实真的 不难 那难的是什么 他会溺在那里 尤其是那个两岁多的 猫狗都闲的时候 就算你很会沟通 你很能够理解 你很会安抚 他还是很容易 泡在里面出不来 所以这时候 你的理解很重要 我常常 因为年轻的爸妈妈妈 其实压力很大 就觉得好像 孩子如果哭得很严重 一定是我没做好 我到底该怎么办 那我说 你只要都做对了 譬如说就像我们说 你能够帮助他说出来 然后你能够让他知道 说我懂你 而且最好如果你能够身体上帮他 还是要顺着 真的顺着毛疏 因为一个人有情绪上来的时候 身体光是比较松 他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强烈 所以抱抱孩子 摸摸他 甚至比较小孩 顺着他后面那个脊椎骨两侧 帮他这样子顺一顺 真的很有帮助 然后你能够了解跟接受 你还是要有一段时间 让他去消化他的情绪 然后等到那一段最震荡期 最妞的阶段过了 你前面所有做的都会开始开花结果 他会开始能够讲自己的情绪 因为你有帮他说出来 所以你不要他妞的时候 你也跟着妞啦 对啦 最怕的就是互相加成 最后就收拾掉 你这么坏 你每次都这样子 你都讲不听 你都几岁了 对 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不要太大压力 就像刚刚孕芬讲的 我们已经知道 从情绪教养 你要让孩子将来整个心理很健康 充分发挥他菜花 你只要几个地雷不要踩就好 就像刚刚孕芬讲 不要跟孩子讲说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跟你讲多少次了 不准你怎么样 你给我怎样 其实这种的只会加强他的什么 他的情绪反应 要不然他硬压下来 最后其实是内伤嘛 那只要你做到这些 然后你尽可能的去回应他 试着说出来 因为孩子很单纯啦 其实他为什么生气 你多半都知道 青春起才会变得比较 难懂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只要帮助他说出来 然后问他说 你要不要我抱抱你 如果他还在拗你 你跟他说 OK你什么时候觉得比较好了 你来找我 我还是会抱抱你 所以还是要 我们可以协助 但还是有一些 让孩子自我去调节一下 比方说以后 我真的不在他身边了 他自己要能够去调节 没错 孕芬讲到重点 所以我自己都很深的感触 孩子在 他在小的时候 你所投资的 这个情绪的投资 他将来自己会连本带利 他会升的 你知道他会升利息的 他又长大就自己会了 老师说你期待 他有情绪的能力 他还有人际的能力 因为他情绪控制得很好的时候 他就人际能力才是真的好 但是很有趣 这个就是全球现在最夯的 叫做S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这个是联合国在倡导 全球都在推动 也就发现未来 我们的孩子最需要的 就是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就是人际 然后还有就是情绪 还有做明智的抉择 包括理财也是 这些能力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对 不要被骗了 去骗去当车手了 被爱情诈骗了 没错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 那当然是非常重要 叫社会情绪的能力的培养 那但是呢 我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充分感受到 因为国际有很多研究嘛 你知道吗 有上过情绪课 跟人际课的孩子哦 他的在美国做的 他的学业成绩比没有上的多出11% SAT的考试的分数耶 很不得了吧 不得了 对 然后那个世界经济论坛做的研究 就是你等到他们成年之后 你就发现小时候情绪能力 有培养起来 人际能力培养起来的 未来的效益 小时候投资1美元 长大以后 11到22美元的回报 我觉得性情稳定了 说实在 他的职场关系好 他的家庭关系好 他自己组的家庭更好 对 然后收入也会比较好 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 可是老师 我看你带来你的这个作品当中 有一个储蓄好心情 我们当然都希望大家储蓄 金钱 心情可以储蓄吗 可以的 我说这个特别是这部分 一定要为孩子存第一桶金 这个也就是因为 我自己在推展情绪教育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 当然从智商 治疗的角度 一定是处理问题 而且通常都已经到后端的问题 可是我们从大脑的发展 全脑的发展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大脑 天生就会记住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常问人生到底苦多于乐 还是乐多于苦 苦啊 对 但是呢 那个刚过世 那个诺贝尔讲 那个得主 康纳曼 经济学的研究的那个大咖 你知道他的研究就发现 大部分都是快乐的时候多 但是我们大脑很好玩 就会记住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 我会反其道而行 就是说 我们都会记得悲伤的事情 真的快乐的事情 没记得几件 心思之间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小孩子不记得你对他的好 理所当然 然后你只要骂过他一次 他一辈子都记得 你当年这样骂我 或者是你甩过他耳朵 是是是 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对父母是 我真的会很建议 就是说 因为我就做了一个纯钱筒 然后让孩子每天睡前 我们就鼓励你睡前 故事时间之后呢 你让他讲一个 今天有哪件事情 是你特别开心 或我还叫惊喜啊 得意啊 这都是很重要的正向情绪 那请他讲 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很惊喜吗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如果他有讲 你就给他一个金币 哎呀你怎么不早点做 其实坦白讲 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 每个人都会讲 自己开心的三件事 跟伤心的三件事 或生气的三件事 是是是 那我没有存钱到 没有啦他都存在心里了 存在心里了 所以你看到的就说 我们还会让孩子 实际去丢嘛 丢那个金币 就有一个铺满 他自己做的 香香香香 对而且很有趣 就是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情绪 我们给他比较大的金币 然后他有分格的哦 他会把到比较大的洞 他是分三格的 就有点像十块 五块 跟那个一块钱的大小 然后呢 附向的 我们也让他鼓励 他也是可以讲 但是附向的金币就很小 然后呢 我们每周请爸爸妈妈呢 帮他结算我们还有存折 他去记他这个礼拜里面 讲了多少开心的事情 正向的 然后多少负向的 然后你坐下来 12个月这样下来之后 你会看到你的孩子 更大的那个祈福变化 如果你发现 他每年9月就不开心多 你就知道他上学 适应比较困难 对吧 所以里面很有趣 所以从 这从记录当中 找到大数据的佐证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帮助孩子 他就会自我觉察 然后爸爸妈妈也比较可以了解 有的孩子其实会有开学焦虑症 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 透过这一个所谓铺满 那铺满真的很有趣 然后又是自己可以跟 爸爸妈妈一起亲手组装 很简单 但是很好玩 那透过这个 我们希望孩子就是 他因为你知道 他今天开心了 然后他又跟你讲一次 他开心 你知道他大脑走两次 然后他又把他丢进去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又走了一次 然后如果你又回应他说 哇原来你怎样 所以难怪你这么惊奇 你知道大脑他走四次 哇更好 所以他会比较强烈的去记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脑科学 告诉我们的 我说与其一直不断要研究 怎么样让他不要不开心 不如多放一点 让他开心的事情 所以杨老师 就是说也许我们父母亲不懂 你就跟着玩就好了 跟着陪伴 没错没错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不觉得父母一定要 每一句话都能够讲到点 都能够完全理解孩子 其实那对很多父母来说 真的很大的压力 有啊 有很多的父母亲都跟我说 难道我要学 我又不是专家 对 那个要学心理学 要学经济学 要学什么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我想 韵芬在做的事也是 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理解 对吧 然后也很容易在生活里面去操作 这样就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蛮开心 老师的新作品 因为我觉得以前 我们大概只会玩大富翁 是 就是玩了二三十年了 还是只有一个大富翁 那大富翁有他的教学的 一个意义 可是我们要想到 就是说情绪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很难教 也很难察觉 也很难像吃套餐的一样 因为每个人就真的 发展不一样 情绪真的处理也不一样 是是 所以我们给这个第一桶金 所有的孩子 不管他什么特质 或者他情绪状态如何 这个都对他很有帮助 好开心 然后韵芬刚刚讲的 你就陪他一起玩 你自己也很开心跟幸福 对啊 我真的觉得父母亲 陪伴孩子的时间真的太少 一般都是陪他写功课 陪他教作业 可是你有没有陪他一起 来看看心情这件事情是怎样 聊聊生活里面的幸福时光 好好好 所以我跟妳看以前 我们讲什么亲职教育 EQ教育 现在讲的是SEL的 我们要与时俱进 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杨丽荣 杨老师 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现场 会会会会 阿嬷 对啊做阿嬷 还有很多心得 真的很乐意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阿 谢谢云芬 谢谢大家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